一手还是扮掉了一个阿卡丽 那这边KPG搬赛了左依建模 勾行这左依给按掉了还是不会把左依放出来给玩啊 感觉这个英雄现在就是在双方实力和双方的阵容五五开的一个情况下吧 其实左依的一个发挥空间还有给到团战的一个压力都是非常的大的 然后第二首KPG是选择扮掉了青刚眼然后这边微博反手是扮掉了一个剑机还有我那个赛拉白门这个强势英雄 然后还有建模KPG还是没有放出来啊 那这边被扮掉了之后微博这边要不要选择一手先把卡码给打下来 还是九筒还是九筒 刚才九筒的解围也做得很好啊 是的无论是解围跟保护都做得好还是加铃 哎加铃这边选了一手螳螂 不打自己强开了 是的 吃这个 亮一下而已了真的锁吗好像已经锁了锁了 吃吃狗的英雄杰最早在比赛里面我记得是一个是omg的鹰眼 然后另外就是fanpass 0711嘛他们玩这个玩的特别多是的 这个版本是这个好像也没有做什么调子没有但起码有一个什么宿命对决嘛 对他拿了的话 然后这边几个车然后看你不拿卡码我先拿了卡码跟家里啊都拿了 这就其实我觉得这个狮子狗啊看一下后面怎么选吧就直接裸出狮子狗的话有点不是特别好进场 因为你无论铺谁呢如果铺的人离家里要近他直接就嘲讽离得远的话他开大狗来保不一定那么好找到位置 那卡码这种英雄也是不怎么怕你那个 资狗铺脸的 看一下后手 贝皮剧禁掉卢西安格温都禁掉了那这边微博进了杰斯 最后一个班妹看一下留给谁 继续都给终担吗在外面的终担好像 常用的基本都禁掉了 这些安酒不是很喜欢玩杰斯你看杰也禁掉阿卡丽 见机杰斯杰 然后自己还搬到了一个轻干瘾自己格温就基本上这句安酒喜欢玩的英雄被禁掉了六个 遭到了两边的针对啊 先拿武器 有没有可能就补一手那个什么呀 最早最早的那个 阿克上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反正都出狮子狗了 阿克上好像也 不算特别怕狮子狗 比较灵活嘛 盖伦 把盖伦也抢了 中单被限制了七个英雄 还不止七个我觉得还能再选一手中单的对微博来说永恩八个英雄都被抢了一情况下看一下安酒的最后一手选择是什么了 刀妹 真的是底牌中的底牌 这局真的是八个想完的英雄全没了 然后第九个 亮了一手刀妹 刀妹这个英雄其实也是很久没在比赛上面登场了我有印象的是二级联赛的时候那个有个队伍是特别喜欢玩 然后但是那个队伍后面也是没打出成绩嘛 他们那个也是有个刀妹绝活的 这一局我就想一下好不好发挥 还可以说实话 因为其实 左边这个四个冲阵的英雄包括四肢狗啊盖伦那这两个英雄 进场之后 他是没什么 位移技能的刀妹的鼻双刃跟他大招还蛮好拉的 全军出击 之前好久 253 甚至有一个刀妹的地方 还不错 这里手放分 最后还是带 就直播出去 知道 空中 好 那 他只優勢來了,他上門的話,該人打武器 兩邊是要換了英雄來打 來了,兩邊就總跟加利奧,都往中路在幹 兩邊打野之後,先刷 中路感覺去兩邊的走位,其實是 都不敢對對方有太多的想法,因為兩邊其實控制都很足 哪邊打野先到,有可能就快速的先打死一個 來了,要先動手 這波,卡網桌,鼻酸刃沒拉中,就要反擊躲掉了 這波要先到了嗎 這波要往上路走,武器是這個,但武器的話還可以 這波是一個5級打4級,反擊爆發先開,往往遠出跳,要升5級 加利奧要過來幫忙了,閃現回塔下幫忙 這波的話,算是KBG,手下來了 這樣的話,彈籃是好像多刷了一點野怪的 這就是選冷門英雄啊,打熱門英雄的一個好處 我這刀妹我知道打你永恩怎麼打 你永恩打我刀妹,有時候你不一定好估算到我這刀妹的傷害有多少 在這波單殺完之後啊,永恩是教我閃現的,刀妹連閃現都沒教 這波單殺? 估計就是吃到了大招,然後比一傷人拉滿的話 這刀妹的英雄其實前幾的傷害是很高的 只要技能放了水,比如双刃拉到一个,这波可能不来打刀,就会有大招的。 刀妹这波可能要选择先回一趟家,把三项做出来,三项加了小草鞋。 那既然刀妹这边打出了优势,我估计可能对于KBG来说,也要围绕小荣来设计一下。 先把小荣给开了起来,后来现在还没有打出一个杰众,这里炸的好远,这里卡马链子,把链子迫逼出来了, 赵波换资源,然后弹了往下刷,这塔下勇恩没准,人直接杀掉啊 对啊,刷了没拉到,直接大招给,杀了,赵波杀了 没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局就是安然酒啊,在自己能玩的英雄被拿掉9个之后,第8,拿掉了8个英雄之后,第9个英雄还能选出一个刀妹出来,真的夸张 好,这边要起节奏了,四肢狗第一波节奏 对,练住练住,但是四肢狗能解掉的 但是,卡车三卡七六点多,武器来了,直接把四肢狗收掉 卡码这里还能连一连,武器还能再跳,马上能跳了 第8场太死了 在想啊,对吧,对面进了4个中单,自家进了2个,进了6个 然后对面啊,四五楼还抢了2个中单英雄,一个盖伦,一个永仑嘛 都是安然酒之前玩过的,然后最后还能,第9个英雄里面选出一个刀妹还能打出效果来 是的,确实很厉害 所以这局啊,前期有点被打懵了,因为真的,估计没怎么遇到过来,永仑来面对到刀妹的 现在他一把破败啊,只要在队线被安走,如果一个笔刷拉到,那直接是拆查了 所以说,现在,永恩真的是在线上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对 你现在消耗安久,也消耗不动 你真的要冲过来的话,安久这个刀妹利用二级人,那个减伤,顶一顶就好了 哎,想往下靠嘛,但这波家疗就在那边,如果真打起来的话,家疗是随时会落下来的 现在这两边,其他的位置啊,这个经济差距是不大的,但主要就是中路这个经济差拉得有点远了,快两千块的经济差 而且这要逼迫着,主统要多点往下路走,来保一下永恩的一个亲线 不然的话,这唐兰加刀妹,这塔下就干脆,干脆那种情况就是 就顶着,就,光明正道来了,来了,主统又来了,要回去,然后唐兰解锁,花了扯过,家疗还能再落下来,这边要板发吗 没板发掉,主统过来,请一下家疗,家疗能走了呀,老虎说,还想再咬吗,不用 但中路的话,狮子狗配合上炸弹人,就找到了一波卡马的机会啊 而且,破了一塔 对,那这样子换的话,反而微博能接受啊 对啊,微博这一波挺赚的呀 区别是不大的,对吧 你中一塔破了,我炸弹人玩的很爽 这波应该是卡马,就在家里要去游走资源的时候啊,走得,走得太靠前了 对对,阿贝斯这个,找到了一波机会 看下这波回放,就这光明正大的硬杀,这就是 一点办法都没有 怎么这个英雄龟根到底就在利封的时候,他没有像武器啊,就有人在塔下反打的人 真本太脆了嘛 好,先把这个核心控一下 哇,但是这一波的话,微博是选择不要这个先锋,然后转速下路,但家里要已经意识到了 好,给来了有点半,那这样的话,先锋不要,然后破下一塔 但上路的话,蓝蓝也同时在找盖伦的麻烦,但是有点逮不动啊,盖伦有点严重 对了,比较肉 那这一波微博好像把前期的烈士完全都打回来了呀 嗯,打回来不少,而且现在经济还有领先了,但是这个先锋的话,应该能帮助KBG把这个中一塔给破了 对了 红方以击败,瞎虎先锋 烈士还是微博烈士,我觉得真的,因为 你两个分路,就两个边路,其实都有点带不出去,盖伦带不过武器,然后刀妹,就永远还是带不过这个刀妹的 对了 那说实话,两边的这个阵容啊,打到这个时间点,其实在龙坑,就这种龙的支援团来打的更多不是看经济差了,是看什么 一个永恩,跟一个刀妹,两个谁,失误比较少,因为这两个英雄在打比赛里面,这团战是很容易失误的,永恩容易通道,刀妹也容易通道 对了 谁没失误,估计那波团就赢了 这边的话,武器还来了一个单杀 这一波,感觉这个龙,微博得让了呀 微博得让了吧 但是这一条龙让了第三条龙 压力很大呀 这波还是选择要打嘛 诶,有人正面找到一个机会 诶,有人正面找到一个机会 诶,哇,这道招可以 刀妹直接被种不需要 炸弹的AOE拉一下,直接拉满了 这波炸弹的人找到机会 诶,这一波刀妹进场进得太着急了 反手给了一波机会 而且这些闪现在还没交呢 是的,而且主要这一边 正面的话,武器是不在的 诶,这一波但是如果要打龙多,塔兰是可以进来抢的呀 塔兰现在状态不好,想回家补一波 塔兰买船重 应该要买船重过来 应该要买船重过来 但是这边武器也顶不住了 盖伦有大的 甚至不用船,走过来 塔兰是选择走过来的 打得很慢 他们打得太慢了 对 这波还要再打一波 加疗大招没好啊 加疗是来的挺慢的 盖伦还在旁边 看见刀妹这波 刀妹是有闪的 其他还有反正转道 诶,这里要单找塔兰吗? 唉,柠檬没管 柠檬 tensions 但原来是另一边的话 这边也凡手杀掉个炸弹人 武器引起前面 还能砍? 砍一砍 砍下注射文 平常的时候也被 utilizですね 有机器垃圾了 进场 直接杀掉了四只狗 永恩的话 在切后排 应该能切掉 能换掉吗 换不掉 我这个工人差一点 每 v3 即ills 孖即比 7个头的盗妹 但盗妹垂涉波没卡 大家都是两年套 但等级是有点够 看一下这波回放 当然是直接被集火杀掉 但是后续的话卡马 这个武器 跟家里要直接把战场分割了 要先解决盖轮 然后直接再过来开 盗妹这个时候 尽量伤害有点太高了 就扎了两下 这一波回家之后 永恩是什么都没补出来 但是盗妹是补了 把暴风大剑 还有把这个鞋子合成了一个精神 然后现在其实永恩的发挥 就真的 不说这个发育问题 就是他在打团的时候面对到 他除非大招能大到螳螂 不然的话打别的人的效果都不怎么好 大武器武器有反击风暴不怕你爆发的 大刀妹也是 大卡马卡马甚至甚至想反打 对吧给你挂个链子 然后什么的 开个护灯拉开一下就好 他只能去大螳螂 而且像刚刚那一波也看得出来啊 他就是大招如果不是放得非常好的情况下 这边打团是很难赢的 只能大螳螂 大卡马也勉强可以吧 但是最好效果就是大螳螂了 加利奥这里 天赤野的时候被逮到了 但这里有个精神的 要不要先讨论一下不急 他没接放大 直接滑起来 对着A下等人大刀被躲掉了 这里有个精神拖一下时间 两个残血 都在跑 闪现过来给一发 但是打不到最眼术的残血 康兰来了要不要跟继续跟吗 不跟了武器要包过来吗 也没有 但是别让时间不大 抓民进来了在打 吃着我回家 应该要买个传送出来 完了 这不要拼准吗 我这些算好不要拼准吗 没时间了呀 手手要先死吗 精神压了一下 打得很快 闪现拦下来了 盖伦进场 看一下能不能偷个残血 说不到呀 差一点 伤害 这边卡马也死不了 那这要一波了呀 炸弹人怎么办 炸弹人这里还丢了个球 本来别人想回家的 就是杀了一个武器 有点手劲了这一波 当然马上下一个挑战好了 一波一样 四杀 对 这不感觉要一波了呀 十几秒钟的球桶 感觉不好兴现 不过算了 应该应该要算了 时间可能不够 马上复活嘛 破一路嘛 还大 常文里可能还是有点危险 还有到底应该要走了 就觉得这个刀妹选出来很有效果 这个刀妹在被绑了那么多英雄之后 选出来 效果打得还是非常不错 我觉得 他中单的英雄已经绑了很多了 前面几手 这边 倒霉一波月塔 把家聊也带了下来 看来现在收人吧 家聊也倒了 这波大龙的推进出了点问题 知道 该轮开转 卡码这里有点小危险 但是啊 反手拉回去了 球桶有近身 谈来想压近身啊 但是 谈来很危险 直接被秒了 这边被斩死了 武器也被罩住 这一波可以 大龙守住了 这出问题了呀 倒霉这一波 暗暗酒 打太贪 是的 这一波是微博啊 出不了家门的一波团 就是稳过三路可以这么说 差不多 因为外塔都全掉了嘛 对的 但是 这一波法把家聊给带进去了 不说太给机会了 那还好现在他们的这个优势还是挺大的 对的 而且第三条小龙暂时还没抓 还有20多秒钟 第三条小龙的话 哇 哇 这个唐狼已经把他的叶子中间也做了 有精神 四狗想像之前那你去找他的话 没那么好找了 对的 非常难使 他现在很好 他没还是可以滑上来 有底子方向来拉了一下 最硬 看见不到火龙 四狗开大找人了 对 佳良 你往前点 武器也交候了 武器的位置 上面大刀也是开了出来 看一下 佳良 奔格了一下战场 球动先被秒掉 常狼做巴子人 不必再收割 再找 雹大人找到了 而且把雹大人带了回来 那最波打完之后感觉一波了 盖倫 大刀 没能砍死这个武器 三龙一波 起播了四十秒的时间 那就是我们可以攻击一下KB军 在第二局拿下来 然后跟微博是打了一比一 对的也是万亚军 莫主联合 非常的怎么说呢 焦灼啊 这两个队的实力是五五拍 非常的精彩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个五五拍 怎么说呢 你的手胜我的手败 对不对 就感觉他们的实力保持的 还是跟他们总决赛一样 都是还是不相不仲的 是的 状态都是非常的好 对 这局四只狗亮出来 就给我感觉就是有点像 第一局KB军掏的位一样 就是他们选这个的目的 其实跟第一局他们选的位 是一样的想针对螳螂 但是把太多的精力去针对螳螂 情况下 晚晚的团战 那别的位置起来之后 你这个是这个是 能做的事情就不多了 跟刚才的位一样 都想针对着来打 但是发现光针对螳螂 这个点没用 都觉得MEP我感觉其实可以给到刀妹的 虽然说是极限操作月塔十两波 但是整局的操作在线 然后比双拉的很准 也是从刀妹这一边 撕开了微博的一个缺口 刀妹这一把确确实实是打得很准 而且的话 但是当然了也有一些些小茶吃 对吧 但是不太重要 刀妹在很多波的情况下 在下路打永恩的时候 是连永恩的一个对线压力都非常的大 对就上来对线 跟强补克兵啥的 或者说在塔下都很难受 所以说这一种当位 无论是对线还是开发方面 都是做的非常的不错的 主要是关键是什么呢 你一般训练赛很少掏这个 然后平时排位可能玩的 能玩的机会也不多 因为直接选手有些时候排位更多 需要去练一下新英雄啊什么的 对吧 那在不怎么玩的情况下 一掏出来能这么少的事物 技能拉中的选真的很难 除非他有多多练啊 哈哈 确确实实 这手当位拿出来 给了一种耳目一新的一个感觉 看一下我们的MVP会给到谁啊 我估计是给到刀妹了 觉得 来果然 MVP给到了安然9 7-4-9的 伤害战比虽然不多啊 但不是特别高 也不是不多的 不算特别高的那种 但是他每一波团战的大招释放 什么的 直接把这个微博这局啊 打的人是完全不敢过来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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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